听见妈妈在卫生间呕吐不止 女儿竟然淡定地梳起了头发 并且毫不在乎地说道 浑身乏力的妈妈很想回答女儿 却痛苦地说不出一句话 女儿嘱咐妈妈下次别吃太多了 说完就准备去学校上课 可观上门那一刻 女孩的肩墙瞬间就没有了 眼泪噼里啪啦地掉在地上 却不敢哭出声 这个时候她只能加快脚步 以免被妈妈听到 妈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婚纱设计师 为了养家糊口 她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女儿 可突然有一天 女儿却发现妈妈和平时有些反常 从来不让女儿逃学的妈妈 今天听说女儿不想去上学 净爽快地把女儿领回了家 以前从来不让她玩游戏 今天却突然给她买了一个游戏机 女孩说电视屏幕太小 妈妈就立马给她买了一台大电视 到了晚上 妈妈偷偷溜进女儿的房间 非要和女儿睡一张床 更让女儿意想不到的是 工作一直很忙的妈妈 这天却提前下班 来到公园里陪女儿练习脚踏车 妈妈一边扶着车子 一边和女儿讲汽车的要领 眼看女儿已经掌握了骑行技巧 妈妈趁女儿不注意 直接松开了双手 女儿学会了脚踏车 想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可当她转身那一刻 却看到妈妈已经体力不至跪在了地上 回到家里 女儿却发现妈妈正被着她偷偷吃药 女儿无意间发现妈妈正瞒着她偷偷吃药 此时女儿心里非常不安 心想妈妈到底得了什么病 竟然会瞒着她偷偷吃药 于是她慌慌张张地跑去舅妈家 谎称让舅妈送她回家 在路上女孩问舅妈 舅妈哽咽着点了点头 女孩表面镇定 但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 因为她知道 如果妈妈得了小毛病 肯定不会瞒着她 接着她又问舅妈 看着董事的女孩流下了泪水 舅妈也只能把事情告诉她 原来在外婆忌日那天 而女们坐在一起缅怀失去的母亲 可就在这时 女孩的母亲视线逐渐变得模糊 直接晕倒在地上 很快她被送到了医院 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胃癌 让她住院 可她却拒绝了医生的方案 她想把这么多年攒的钱都留给女儿 女孩得知妈妈患了胃癌 一边痛哭 一边恳求舅妈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妈妈 因为她想在以后的日子里 多为妈妈做点什么 回到家 女孩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 她梦见和妈妈在海边玩 可她一转头 却发现妈妈不见了 她着急地喊着妈妈 却没有得到妈妈的回应 女孩被吓坏了 很快她从睡梦中惊醒 然后慢慢地爬起来 看到妈妈还在身边 这才放心去学校上学 从那以后 女孩每天醒来都要查看妈妈是否还有呼吸 她担心妈妈就这样睡过去 感应到妈妈的呼吸正常后 她才放心去学校上课 可放学后外面下起了大雨 女孩以为妈妈可能会很忙 就想自己走回家 她刚要起身离开 突然一把雨伞撑在她头上 妈妈想把女儿送回家 女儿却要陪妈妈一起加班 即使困得睁不开眼 她也不肯睡觉 妈妈看出女儿有些困了 就让她去睡觉 可女儿却说 此话一出 妈妈的心瞬间向针扎了一下 立马停下了手里的火 向女儿身边走去 女儿好奇地询问 妈妈结婚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穿婚纱 妈妈告诉她 那个时候爸爸很穷 所以没买婚纱 随后女孩在店里 给妈妈挑了一件漂亮的婚纱 自己穿上一套帅气的西装 扮成妈妈的新郎 跳起了舞蹈 这也许是属于母女俩 最幸福的时刻 这一幕正好被下班回家的哥哥看到 这天哥哥在医院 得知妹妹的病情已经恶化 让他们有心理准备 哥哥和嫂子 得知妹妹的病情后 难以置信地看着妹妹 而妹妹却在回家的路上嘱咐哥哥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的女儿 几人沉默不语 这是一项不善言辞的哥哥 眼里不由地流出泪水 她无法接受妹妹会得这样的病 于是把车子停在路边 下车后 她再也难以掩饰内心的悲伤 蹲在地上痛哭流涕 女儿为了让妈妈不那么辛苦 她把家里的行李都收拾好 主动搬到了舅妈家 可在吃饭时 却在餐桌上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 女孩有很严重的洁癖 她不喜欢和别人吃一个盘子里的食物 一旁的表哥看不惯 于是舔了一下自己的勺子 直接放进表妹碗里 女孩一脸嫌弃地把碗推到一边 女孩每次吃饭 舅妈都会给她单独准备餐具和食物 一旁的妈妈健壮 生气地把女儿拉进了房间 她想改掉女儿的洁癖 不然会给她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烦恼 之前也是因为这个毛病和同学闹得不愉快 现在又和哥哥闹成这样 如果女儿一直这样下去 以后恐怕连朋友都没有 可女儿的一句话瞬间让妈妈泪奔了 她哭着对妈妈说 她不要什么游戏机 只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看着女儿哭着说出这些话 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她这才明白 原来女儿早就知道了她的病情 只是尽力地不表现出来而已 妈妈把女儿抱进怀里 此刻她很后悔以前一直忙于工作 没有多给女儿一些陪伴 她不畏惧死亡 只是怕女儿以后过得不好 那天晚上 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翻看相册 里面记录着母女俩生活的点点滴滴 看着女儿呆萌可爱的样子 妈妈不由地笑了 可笑着笑着就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她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得病 多么希望可以陪伴女儿长大 可现实却是那样的残酷 转天 身为婚纱设计师的妈妈 特意给女儿设计了一款婚纱 虽然她不能亲眼看到女儿出嫁 但也要拖着病重的身体感知完成 晚上睡觉时 妈妈突然感觉身体不顺 她让女儿给她唱一首催眠歌 随后伴随着女儿的歌声昏睡过去 这时女儿也感觉到不对 她叫了两声妈妈却无人回应 随后就被送到救护车上 女儿连鞋子都没顾上船 直接跟着妈妈赶往医院 女孩独自坐在病房外面 回忆起妈妈交代的那些话 妈妈知道女儿有洁癖 希望她多交一些朋友 还想看到她在舞台上跳芭蕾舞 可她为了逃舞蹈课 总是跑到隔壁的跆拳道里混时间 女孩为了完成妈妈的心愿 她找到舞蹈班老师 想跟老师学芭蕾舞 老师说她现在学已经跟不上课了 但看在女孩一直那么坚定 还是同意把她加进班子里 从那以后 女孩每天都刻苦练习着每一个动作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她的舞蹈也很有进步 随后 女孩拿着礼物去跟好朋友道歉 希望她可以原谅自己 可对方并没有接受 而她之所以和朋友闹得不愉快 也是因为前几天朋友喝了她一口饮料 她就当众让朋友出丑 此刻 女孩为了让朋友原谅自己 直接拿过朋友手里的饮品 为了妈妈的心愿 她不断和饮食结屁做斗争 最终强忍着喝了一口 可喝完才发现 原来分享别人的食物也没什么不好 朋友看到她的诚意 于是选择了原谅她 随后女孩把朋友们带到医院 告诉妈妈不用担心自己没朋友 这些都是她的好朋友 妈妈看到女儿的变化也很欣慰 这一刻 妈妈觉得女儿长大懂事了 可当女儿去参加儿童节晚会时 妈妈得了癌症却不听哥哥劝告 拖着病重的身体去看女儿演出 可随着病情不断扩散 她的视力开始变得模糊 根本看不清哪个才是自己的女儿 幸好朋友做了个凶花给她的女儿戴上 她告诉女孩的妈妈 戴凶花的就是她女儿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的表演 很快表演结束了 女儿的演出很顺利 她用尽浑身力气给女儿鼓掌 此刻她为女儿感到骄傲 回到医院后 女儿趴在妈妈怀里睡着了 这时妈妈听见录音机里传来女儿的声音 那是女孩给妈妈寄来的祝福 妈妈流着泪吻着女儿的额头 此刻妈妈觉得女儿才是上天给她的礼物 当然妈妈也是女儿的礼物 多希望这一刻可以停止 转天女儿从睡梦中醒来 一如既往地喊着妈妈的名字 可这一次 妈妈再也没有回应她 这时女儿知道妈妈走了 但她并没有哭 而是强装镇定地下地穿好鞋 可说着说着 女孩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 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随后女孩走出房间 她想在门外一直守着妈妈 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她 可这时却赶上医生前来查房 女孩把她们挡在门口 医生只好强行将女孩拉开 这一刻 女孩再也绷不住了 一时间心里的委屈和无助 直接涌上心头 脑海里浮现出 和妈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她是多么坚强又懂事的小女孩 虽然这是一部电影 但从电影里 有时却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家长 都能抽时间多陪陪孩子 同时做儿女的也要多理解父母 最后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家人平安